怎么看到传谣说王一博在横店 他的粉丝反应那么大 反正今天成功联动闹开了 王一博方和月华也都去报警了 那就不遮掩了 让我敞开时间线来正式回答 怎么一点点发酵出来的 有侠想问想说的 等看完这个视频再说 视频有点长 我一点点来梳理 根本不是什么磕糖傻的 真没有正常人在意你们磕了傻 他们在意的舆情是横店 也不是因为横店有杀人 而是因为近期横店 有明确的负面于情观 王一博这种顶流 全年无休 就醒加一天 全网都能联动他出事了 给他造了无数的谣 最后也是报警解决的 这不当时造谣的人马上开庭了 按照他心风血液的体质 只要关联了横店 他肯定脱不了身 毕竟一点没关联 有一群人都能买航班造谣他打了 那我们就从前两天 爆料横店明星的瓜开说起 说有明星在横店得了叉叉病 一群吃瓜人正在盘到底是谁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你说巧不巧 几十万阅读量 啥热度都没有 王一博就空降了在横店的热搜 你说到底巧不巧 可以明确的说 这个时候舆情是非常恶意的了 所以他粉丝 一看到这个热搜 才会很激动很生气的点 就在于如此 但是又不能明说 因为现在就是小众范围内在传瓜 还怕关联不好的观念词 给自家明星 毕竟横店有那么多明星在拍戏 月华也那么多艺人在横店 工作人员有在横店很正常 而且本来大家都知道 王一博闭关在拍电影人鱼 马上三月份也要杀青了 三月份也有很多的一些大活动 本来横店的瓜和王一博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但是硬生生的被扯上了 你猜什么原因呢 热搜是第一波 然后一群人在各大自媒体 开始传说王一博去了横店 这是第二波 就是要他跟横店关联 还到处以爱之名传播 第三波各大平台 特别是某信某博 开始刷关联词和谣言聊天记录 这一波跟去年他没出来 请假那次一模一样 文侠物料就拿2017年 某机关单位检查的照片 硬说是王一博去医院的谣言 这两天随着横店的事情不停的发酵 他的粉丝都在反黑 这是一群协助传谣的人呢 就说别管这些 这些都是尾粉在破防 你说他们上网自觉网速也都挺快的 但在这么大的舆情情况下 硬生生的当作看不见 这种号天天发视频带节奏 就是想拉王一博进横店的瓜 恨不得配合所有黑水晶 暴数全世界 你们传的谣都是真的 那么大的事情 那么多人被设计 没有人策划怎么可能 在某信某败某博的舆情扩大之后 横华也终于不装死了 直接回应去报警了 但是因为叉叉病 真的不是很好的关联词 但凡爱他的人 都不会明晃晃的拿出来讨论 一旦被关联 就会有无穷尽的恶意八卦新闻 但就是这样的心理 被专业的黑水晶给抓住了 你讲的不清不楚 那我就赶紧造谣关联 拉你下水 在这一次政治恋也都有存档了 希望月华能吸取教训 喜欢一个明星 当他粉丝 难道不是想为了自己的明星好吗 一群人沉迷在 我嗨了我嗑了 到处助力传谣 问王一博粉丝都在辟谣和反黑什么 那就是唯本破防 对立群体的最大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让一群本该了解的人啥也不清楚 继续配合传谣 今天以爱为名 最后成为刺想王一博的黑水军的打手 一群人可能还在委屈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我们有视频 但你该想的是 到底谁在带节奏跟你传播这些 粉丝辟谣的话呢 你们是一句也不听 就是因为你们啥也不知道 所以才会被一群人圈养着去伤害他 亲者自亲王一博方呢也已经报警了 希望岳华这次也能追究到底 很多时候网络的谣言 要付出的代价 其实小到很多经纪公司 不是重大于钱都不想管 但是你看看 就像去年闹到那么大的社会性谣言 最近也才刚放开庭 就是不管最后是什么代价 岳华你的软弱只会助长黑势力 希望能吸取教训 动起来都给我干活 乐华怎么突然报警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不少搞不清楚情况的路人 在我上个视频发问 那就简单快速梳理下目前的情况 之前恒店男明星被传唤了 叉叉病的瓜好久了 连港媒都报道了 一下子牵扯了不少男明星 17号突然有瓜主爆料指向某男明星后 18号王一博在恒店就空降热搜 本来与事情毫无牵连的王一博被拉扯进局 之后各大媒体平台开始关联 王一博叉叉病确诊 王一博叉叉病的词条 甚至有网友发现某男明星家粉丝 公开号召在刷这些词条 且昨天开始一个聊天记录 又一次传到各大某姓群造谣 是不是很熟悉 上一场王一博请个假 就第一时间联动某姓造谣传谣的流程一模一样 那次某姓传播的源头 经过乐华的报警和警察调查 那个当事人今天刚手写了道歉信上了热搜 不得不感叹王一博维权造谣流程之慢 这次恒店的瓜越演越烈 王一博方也很刚又是直接报警 源头正在持续调查中 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眉目 再传的都是同一个版本 来自于安徽富阳督导组的工作照片 真可怕连公职人员的工作照 都变成造谣的一部分了 且有某家粉丝聊天记录被爆出 原来真的有不少人是故意传播的 不管是不是 喘了就是了 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目前恒店瓜涉及的王一博和徐凯已经报警 现在就看其他明星级警方怎么回应了